根據外國媒體的報導 美國為了確保企業 對華為等被列入到 這個出口黑名單的中國公司 有確實的實施相關的管制措施 目前也正在亞洲各地 加強執行的力道 像是美國商務部工業劑安全局 在其中負責台日韓區域出口的人員 去年六月就被派駐美國在台協會 確保三地企業 沒有違反華府的規定 另外也有消息傳出 華為的產品當中疑似 發建使用由台積電生產的一款晶片 美國的商務部已經要求台積電提供資料 對此台積電澄清說 2020年的9月中旬起 就已經不再為華為出貨了 如果有可疑的情形 會迅速採取行動 確保合乎相關的法律規定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 國際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五二華視國際特區YouTube頻道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